大家好 我是王子文 在欢乐颂里面饰演的是曲笑笑 精灵古怪的富二代 出入山海的小老板 带刺的玫瑰 勇敢 真实 率真 毒蛇 活色生香 犀利通透 反正还是优点多吧 胡逊 第二句曲要交自己经营的公司 也是风生水起吧 越做越好 因为他确实还是在工作上 你要承认他是很努力的一个人 但是后来因为家庭的一些变故 她把公司也还给了家里 所以自己又去做了一些别的事情 太有趣的也能存在 第二季曲 曲霸曲差一点分手 差一点离婚 所以曲耀孝面临的可能是家庭破裂 其实在第一季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 曲耀孝你拿下个富二代 你明明就是爆发户 特别是在第一季你们对她的误会 可能在第二季会解除 可能大家会明白 为什么曲耀孝 她时不时会这么讨厌 说话会这么损 她为什么会那么讨厌捞女 我觉得看到第二季 应该众多的答案就解开 你不知道 我爸刚就没有他说的 怎么爱我 为你喝熊黄酒了 没错 走 感情线是更好了两个人 应该是第二季应该说是两个人来真的 真的是感觉到是彼此相爱 真爱 真爱 所以曲耀孝应该还算是很专一的 希望第二季大家更能了解她 更多的人去喜欢她 去吧 能不能够她 不想多人去吧 去吧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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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 去吧 我还等着你救命呢 行吧行吧 一季是吴美掐 第二季吴美不掐了 第二季每个人都有很多波折 不管家庭也好 爱情也好等等的 吴美的友情坚不可破吧 在第二季 互相帮助 然后彼此依赖跟信任 谁遇到问题 大家其他四个都会去帮她 真是更有默契了 说实话我觉得还没有演过瘾 因为故事还没有结束 挺舍不得的 就是对这个戏还是很有感情的 难得有一个角色能让你一直演下去 希望大家能喜欢